现在身处在澳门的中区 这区就是澳门的核心地段 主要有政府部门、银行、商业大厦和手信店等等 平时6点凌、7点这个放工的时间 这里的路上是逼满杀人 马路也是非常之塞车的 不过今天在新措施之下 可以见到人流少了非常之多 马路更加是畅通无了 现时市面上除了超级市场、街市、食肆、药房等之外 大部分的店铺都关门 有些甚至已经收拾了 政府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交代 若7天后新措施没有效 就会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但具体内容暂时未有透露 澳门新增59宗新冠阳性个案 今轮疫情累计1526宗 澳门市民今天开始非必要不得外出 所有工商业的场所要停止运作 措施暂定为期一个星期 市面人流大减 而当局至今作出905宗圈遇 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澳门的赌场凌晨起已关闭 当局规定市民要留在家 但可以外出做检测和买生活物资 街上的人流、车流都明显减少 超市、日房等可以继续营业 但出来掃货的人不多 我家断了很多东西 屋里那些既够食多久 够食可能四、五日 到时自己去吃 分批买完便走 市民都很听话 都会尽量做核酸的事 就順便買食物回去 盡量少出街買完就離開 食肆只能提供外賣 不准堂食 有餐廳負責人指出生意大跌九成 外賣那些都少了 應該是今天的措施 可能人們都留在家裡 有些甚至昨天買定它 買幾天 預了三天 明天中午、下午都是吃那些 維持社會必要運作 和居民生活所需的服務維持運作 需要上班的人 需要持有政府發出的特許工作證 才能外出和搭車 當局早前指出 警員會在街上截查路人和汽車 了解外出的目的 違規者可以判監兩年或者罰款 各個部門 總共進行了905宗勸喻 暫時未有人受到檢控 為了控制超市的人流 政府亦都推出了網易 每半小時更新一次 讓市民可以了解到每間超市的人流 做好出行的安排 無線電視 還有本記者王偉知 本港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個案 輸入佔252宗 其餘屬於本地感染 至於死亡個案多7宗 醫管局說過一個星期 流院患者和重症患者持續上升 公立醫院已經制定應變方案 調整病床 新增確診個案繼續徘徊近3000宗 再多一間安老院有人確診 遊堂香港中國婦女會 黃陳淑英紀念護理安老院 一個院有染疫 學校就多627宗確診個案 涉及527學生和100職員 8間分佈在西貢、旺角等學校 有部分頒別出現爆發 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變異病毒株方面 懷疑BA點2.1、2.1個案多36宗 當中19宗沒有源頭 而懷疑BA.4或BA.5就新增19宗 6宗源頭不明 星期六和星期日 多7人在公立醫院離世 介乎65至90歲 全部人都有慢性病 例如中風、慢性阻塞性肺病 當中5人已經打了2針 1人打了3針 醫管局說過去一個星期 本港疫情持續惡化 樓院患者由上個星期大約700人 增至今個星期900多人 重症患者亦由20多人增至近50人 我們都已經制定了一個實名制 調動無論是病床和人手的方案 在短時間 我們都可以調動到過千病床 在我們現在計劃 如果有需要 其實我們48小時內 就可以調動到公立醫院 超過一成的急症和康復病床 就是說大概已經超過2000張病床去接收的病人 另外就是一星期內 我們都可以調動到25%的病床 即是裡面大概5000張病床去接收一些新冠的病人 至於服務調整 其實我們都是講一些預約的手術 或者非緊急的入院的治療 那些我們就是會有個調動在這裡 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 也都希望市民提高警惕盡快接種疫苗 無線電視記者曾今報報導 有立法會議員歡迎居家隔離患者 要佩戴電子手環的措施 量擔心市民染疫之後不情報 當局依然不能全面找到社區隱形傳播鏈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是不會去報自己確診 因為他們怕會限制自己自由 但如果現在我們更加是要他們帶手環的話 會不會加了一個障礙 令到他們不想去申報自己的確診呢 所以可能政府就要再想一想一層 那他更加完善這個制度 就給他們一些誘因 在之後的日子 是大量去使用強檢 然後就將這些確診者去找出來 然後為了他們會更加配合 還有不要擔心是否一定要去隔離設施呢 我們希望若然我們可以讓他們在家裡隔離 我相信這是一個有效的措施 義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宣布 星期五起所有居家隔離人士 需要佩戴電子手環 又說將會推出紅黃健康碼 其中紅碼針對確診人社 黃碼就是入境之後的檢疫人社 細節仍然在商討著 推出時間愈快愈好 他強調健康碼不是用來追蹤 而是為了避免社會 因為疫情負上更大代價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 想有不夠兩個星期 第二次出席疫情記者會 他說未來兩星期 疫情或者會情倍數上升 有必要收緊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包括星期五開始 居家隔離確診者 需要佩戴電子手環 以確保他們不會離開家居 現時有近六成 即一萬二千多個確診者 選擇居家隔離 我們是會在他發出隔離令的同時 就會把電子手環送到他們那裡 這個其實理論上一定是愈快愈好的 任何這些措施我們都希望及時 盧崇茂又將一步交代安心出行 實名制和紅黃綠健康碼的詳情 將來這些帶手環的確診者 安心出行程式會顯示為紅碼 黃碼就是入境之後的檢疫人士 在這個前提之下 七天的酒店檢疫期有可能縮短 改為局部居家監測 做一個點對點的管理 他們可以回復相當的一些活動 可能是包括他們的工作或者學業 但是同一時間 他們仍然是有一個一定程度的風險的感染 所以我們必須限制他們 不能夠去一些高風險人群的場所 例如我經常提到的我們的醫院和長者院舍 亦都不能夠進行一些要脫下口罩 可能引起傳播的這些活動 安心出行的程式實名制是會有幫助的 它主要的作用是識別確診和需要檢疫的人士 而並非用於追蹤 被問到既然居家確診者已經戴手環 為何還要推出健康碼 又是否推翻上屆政府的決定 盧寵茂這樣回應 至於為何不將所有確診者隔離取代健康碼 同樣達到目標 盧寵茂說無疑是更嚴格的方法 但是付出的代價更大 有調查顯示超過四成的僱主認為外傭表現未符合期望 民建聯日前透過網上問卷 訪問五百多個有聘請外傭的僱主 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外傭中介公司收費不合理 超過四成人說外傭的表現未能符合預期 包括可能涉及虛假履歷 也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 政府提供僱傭相關的支援和資訊不足 民建聯促請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或部門 統一負責監管和監督外傭的政策 並修訂有關的收費條例保障僱主權益 不完全不屬於